要达到前凸后翘 虽然说我们可以透过衣服 去做这个形状的改造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达到前凸 你必须自己要有料 尤其很多女生 没有办法真的 如果你真的没有料 然后硬挤硬压 那个胸部过度去挤的话 你内衣长时间这样子穿 久了之后 它会胸部会垮掉 会影响 会 你想想看 你如果每一天 把你的脸这样捏8个小时 你觉得你的脸皮会不会松 对 脸皮一定松的 对不对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就不要穿 不是啦 就是说你平常要让自己创造一个 有利一点的条件跟环境 OK 然后透过一些风胸的产品 透过一些这种风胸的按摩 然后帮助自己达到好一点的条件 之后你再去做一些 比如说push up的内衣 或者是衣服的cutting 才会真的让人家觉得你真的 所以我今天要介绍大家这个东西 这个系列的产品 它是在一些特殊的护理中心 才有贩卖的风胸系列的产品 高的这个是风胸的精华素 那么低的这一瓶是风胸霜 你可以到这些特定的护理中心 去购买它的产品 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去那边 买它的整套的这种护理疗程 那它会教我们用吗 它会教大家用 然后你也可以去买整套的护理疗程 让专业人士帮你做 那如果说你平常自己在家里面 有空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把这个产品买回家之后来操作 然后先精华素再做风胸霜 每天两次早晚都可以做 那如果说你是真的一个很容易出汗的人的话 我自己有些时候会建议 你有在擦啊 不是 我会建议就是说 你白天就擦精华素就好了 好 因为精华素比较清爽一点 了解 然后晚上就精华素加霜 但是你早晚都要做按摩 然后按摩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 好朋友来之后的第十天开始 第十天到第二十天 是做风胸按摩 跟使用风胸产品最佳时间 在这个时候的按摩可以有加倍的效果 然后呢 这两瓶风胸精华素跟风胸霜 它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 可以帮助我们达到有效的效果呢 首先透过的是两种植物的雌性激素 我们都知道胸部的结构 主要是乳腺跟脂肪 所以为什么只有女生 会有脂肪堆积在这个地方 因为雌性荷尔蒙的关系 雌性激素的第二性征 就是有胸部跟屁股比较圆润 所以它透过的是两种 第一 黄豆 黄豆当中有非常好的大豆液黄酮 大豆液黄酮被证实 它是一个很好的雌性 植物的雌性激素来源 它可以帮助我们达到 就是刺激你的乳腺 然后让第二性征附近的这种脂肪 它的堆积会变得比较快 然后再来第二个植物就是葛根 那是什么 葛根也是一个他们发现 含有大量的这些植物的 雌性激素的这种植物 所以透过这两大植物 黄豆跟葛根来帮助你 补充你的雌性激素 让你的第二性征能够有更好的 第二次发展 然后再来它就是透过这种纳米科技 把这分子变得很小 让你很容易吸收 那这个精华素 其实你把它挤开来看 它质地非常清爽 所以我们新加坡的女生朋友 不用担心就是说会油腻 你们可以试试看质地 新闻姐不用了 没有啊 我来为大家示范 好 所以我们平常在做按摩的时候 记得几个动作 第一 我们的两胸之间 有一个弹中穴 所以第一个动作 从两个左骨的中央往下 往下 要几次 八次 用你的四只手指的指腹 要用一点力道往下 由上往下八次 好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我们的胸部的下缘有乳根穴 就是你的BP点的正下缘 有乳根穴 所以透过你的两只手 上面是由内往外 然后下面是由外往内 沿着刚才讲的这个胸部的下缘 而且用四只手指的指尖 用力深层 不是只有在摸皮而已 用力压一样八次 刚开始没有做过胸部按摩的女生 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会像针一样在刺 那就表示你的乳腺不畅通 所以你的胸部可能会快速的萎缩 所以像V 你已经不大了 你要更让它保持畅通 有吗 好 来 再来 两边各做八次 上面是往外 下面是往内 OK 了解 接下来一个动作 从你的下胸 一样四只指腹 深层的像 拉到我的腋下 要压 对 压 如果说我这样子很难做的话 那你就用另外一侧的手 用推的 然后压你的腋下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其实按摩是针对乳腺畅通 跟淋巴的循环 所以我压到这边 我们胸下有一个很重要的淋巴的位置 轻压 保持这个地方的畅通 然后最后一个动作就是 手在下方跟上方拍 沿着你的胸部的下缘 然后上缘 轻拍 就好像我们以前 有一种保养的手法 就是打脸 打脸可以帮助紧实 所以这个动作就是打脸的动作 上下就是打 沿着你的胸 打 这个我刚才是透过精华素 风胸精华素 那你如果要加倍的话 再加上我们的风胸精华霜 那这瓶风胸精华霜 除了我刚才讲的 透过了奈米的科技 把这个两个含有这种磁性 植物磁性激素的葛根 还有黄豆的这种萃取物之外 它还有大量的维生素的ACE 可以帮助我们达到 很好的抗氧化抗老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 胸部的皮肤老化下垂松弛 然后同样它还加进去了 大量的氨基酸 那么氨基酸其实可以帮助我们 刺激这个胶原蛋白的增生 让你胸部达到这种 自然浑原的弹性作用 老师 我可以问 这个产品适合各年龄层的女性吗 是的 连就是非常年轻 就十多岁的女生也可以用吗 当然可以 正在发育得更好 因为可以帮助你加速 但是就是说不要过量使用 那如果说真的不懂的话 就到我们这种特殊的护理中心 去找专业的人士来帮你 谢谢